2023年跨年晚会你看了吗? 还真是没有想到众明星集体搭翻车了 今年的跨年晚会又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笑谈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翻车名场面吧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真英雄们 先来跨一句确实是真唱 而这真唱也确实是暴露出了许多槽点 首先来看一看江苏卫视 首先登场的是王俊凯 一首英文歌曲丝毫没有带动气氛 而且唱得也没劲 观众直呼只想洗耳朵 还有大V给出的分析 说王俊凯这次虽然挑战了高音 但是没什么质量 很多地方也走音了 纯粹硬涵 接下来这位实力派的出场谭维维 瞬间就和王俊凯形成鲜明的对比 观众也吐槽到 节目组是真的会安排 耳朵刚被污染了 马上就安排谭维维给大家洗耳朵 之后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张绍涵居然也翻车了 有网友表示 有点破音了 很干 像是轻唱一样 不过第二首就好一些了 整体还是稳的 也有网友解释 是江苏卫视设备有问题 导致现场收音不好 所以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对于这个解释 网友们并不买账 因为破茧中确实有几处明显的跑调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隔壁的湖南卫视 网友吐槽 宋倩的歌改编的有问题 宋倩作为出道许久的偶像 居然不能唱自己的歌 网友觉得 节目组是在浪费宋倩的能力 许久未见的潘伟博 真唱也翻车了 有的歌词都唱错了 估计是想证明自己是真唱 所以没看提字气吧 其实这都是小瑕疵 影响不大 歌唱的确实好听 简直杀疯了 网友们对于潘伟博的最大槽点 其实是他的身材 网友表示 其身材圆润 胖了很多呀 乍一看还以为是杀意呢 网友还劝潘伟博控制一下身材吧 跨年就胖成这样 过年的时候指不定胖成啥样呢 薛之谦改编的《雇佣者》也翻车了 网友们直呼 都快成喊麦了 之后薛之谦在江苏卫视场的时候 背景声太大 人声很小 观众都听不见 让人听得太累了 除了现场唱歌出现问题 网友们对于薛之谦的造型 也是纷纷吐槽 设计一个大背头 像一个大盆栽一样 很多耍帅的表情 配上这么一个大背头 真的是太油腻了 也有歌手 真唱并唱得稳的 受到夸赞的 孙楠一开口 网友们瞬间觉得这把稳了 瞬间得到了升华 还有就是杨成林 唱功依旧在线 受到网友们一致的好评 看完了真英雄 再来看一看这些明星的假唱吧 对其中的条条框框 我也不是很懂 我很不理解 真的没啥唱功的话 何必要上台表演唱歌呢 难道就没有其他才艺表演了吗 假唱不成被发现 丢人的不是自己吗 而在晚会上 和AI一起表演的陈霄 就直接被送上了热搜 网友们也疑惑 陈霄不是出过道吗 为何还假唱呢 有粉丝解释 是因为和AI一起表演要合特效 所以采用了现场运录的方式 直播放出来 才一会儿对得上 一会儿对不上 观众们好像也都认可这一解释 虽然被质疑假唱 但陈霄的妆容和服饰 以及舞台上的表演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赞美 但正是这绝美的表演 也出现了一些瑕疵 因为是唱跳 陈霄表演时 有大幅度的舞蹈动作 但因为秀士身材 所穿的裙子太短 在做一些下蹲的动作时 底裤露了出来 有走光的危险 网友表示 裙子虽美 但不适合唱跳 在这样的舞台上 有些不雅观 而芒果台的杨子 翻车得一塌糊涂 一眼就被观众识破假唱 那画面简直不要太明显了 对口型失败 导致音话不同步 观众吐槽表示 吊在前面飞 嘴在后面追 随着晚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翻车现场 观众们关注明星的真假唱识 也同样关注着 舞台表演的整体感觉 尹正和黄晓明的CP表演 虽然让很多剧粉感动 但一个唱粤语 一个唱普通话 给观众的感受 就像两个世界 为什么要合唱呢 对于各位明星 跨年夜的表现 可谓是参差不齐 让观众大饱耳福与眼福 也正是这样的直播现场 才能让观众 更加直接地感受到 明星的状态和实力 但毕竟是面对 全国观众的直播 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多多提升自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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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